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第六课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对吗 这一课的题目为起点 这题目是要指出什么呢 就是那位冒牌雅威如何随着以色列人演变 冒牌的耶稣如何随着现代的基督教演变 两者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这相似之处就是一个刚硬且缺乏真正悔改的心 现在请别紧张 我知道悔改过去曾被教导为律法主义 并且是挟制人的 不过悔改与律法主义没有关系 甚至与挟制扯不上关系 对吗 我们会再研究一下 因此 我们现在先翻开《使徒行传》20章 我们在上一课谈到第27节 保罗说 如果有人灭亡 那并不是我的错 因为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了 我们再看看《使徒行传》20章20节 这经文完全不同 保罗再次说 凡是你们应该知道的 我从来没有避讳不言 无论在公开场合 还是在你们家中 凡是你们应该知道的 我从来没有避讳不言 保罗在公开场合 也没有避讳不言 对吗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 我都给他们同一个信息 这信息不只是给犹太人 却是给所有人的 人必须从罪中悔改 请注意并记住 必须这词 人必须从罪中悔改 归向神 相信我们的主耶稣 大家知道保罗想表达什么吗 悔改是重要的 悔改是必须的 当信耶稣时 悔改就不再是选项 现在希望大家停下来 细心想一想 悔改是必须的 我在几年前有次进食祷告 我记得就在开始进食的那天 我当时没有独自一个 没有跟家人在一起 圣灵对我说 我儿 我想你翻开马可福音一章 圣灵的声音很亲切 就像我跟你说话一样 我兴奋地翻开马可福音一章 我发现以前没有留意到的内容 我读完一遍 然后圣灵温柔地说 你如果不明白 可以再读一遍啊 于是我再读一遍 然后再多读一遍 圣灵每次都对我说一样的话 我之后读了五遍 还是不明所以 然后我问 对不起 我太愚拙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当我读到第六七遍的时候 那内容开始浮现 这就是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点 是福音的起点 或开端 这里说什么呢 看呢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谁是这使者 施洗约翰 他的整个信息是什么 悔改的洗礼 洗礼是完全的浸泡 所以并非指部分悔改 而是完全的悔改 然后圣灵再突然地问我 孩子 你是否注意到 施洗约翰在所有福音书的起点出现 突然间 我又听到声音说 在旧约圣经 是没有一卷书叫施洗约翰书的 他说 因为施洗约翰是在福音的起点 明白吗 圣灵接着说 我还未说完 圣灵于是带领我去看 耶稣如何谈论施洗约翰 我们一起看看 这是主说的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 到约翰为止 耶稣没有说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 到我耶稣基督为止 他说 到约翰为止 因为约翰是福音的起点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谈约翰悔改的洗礼 你就是忽略了福音的起点 你明白吗 我听到最后 就忽然间恍人大悟 我们再回去看奥斯丁 与安祖纳的故事 安祖纳要做什么 才可以嫁给奥斯丁 他要说 我已经下定决心 跟过去所有男朋友说再见 阿光 阿达 阿勇 对不起 我不会再跟你们约会了 我把自己献给奥斯丁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等于他没有悔改 却进入这婚盟 悔改就像对旧男朋友说再见 你们明白吗 因此 如果我们要与我们的新郎耶稣 进入永约时 我们要决定跟属世的那些事物 说再见 你们明白吗 所以 悔改才如此重要 在视频中 我们看到奥斯丁在嫉妒 你知道神也会嫉妒吗 雅各书说 神所赐助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神会嫉妒 祂不嫉妒我们 却因我们而嫉妒 你们明白吗 就如雅各说 心怀二义的人 那才是悔改 在圣经记载里 施洗约翰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知道在圣经里 第一个出自耶稣口中的教导 是什么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这句话是耶稣说的 你们是否发现当中的内容一样 只是章节不同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这话跟施洗约翰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对吗 我们再看看耶稣在其他地方讲的话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说 那时耶稣开始谴责一些城镇 因为之前他在那里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却没有从罪中悔改 并归向神 因此除非从罪中悔改 否则就不能归向神 你们看见吗 我们继续看下去 耶稣说 我来是要召唤那些自知有罪 并需要悔改的人 请记得 我们必须要有悔改的心 并相信主耶稣 对吗 再看这里 耶稣对另一群人说 耶稣这样说 你们要是不从罪中悔改 并归向神 也会灭亡 没有从罪中悔改 就不能归向神 明白吗 在另一方面 耶稣的门徒又说什么 耶稣差遣 他的门徒出去 他们出去传扬什么信息 门徒就出去 逢人便劝他们 从罪中悔改 逢人便劝他们 从罪中悔改 归向神 在地狱的财主 又如何呢 当人死了以后 他们就知道 什么是真理 在地狱的财主说 不行啊 我祖亚伯拉罕 但如果派一个已死的人 到他们那里 他们就会从罪中悔改 归向神 当财主在地狱里 他才明白真理 你们看见吗 在主复活后 这道理是否有改变 让我们再去看看 看看耶稣在升天前 他如何对门徒说 他说 这些事早就写下来了 人要奉他的名 从耶路撒冷开始 向万国传扬这个信息 凡悔改的人 他的罪 必被赦免 这信息 要向万国传扬 而且不只是给犹太人 而是给所有人的 你们看见吗 在五旬节那天 当犹太人问本徒 他们怎样做 才可以得救时 彼得说了什么 彼得回答他们说 你们个人 都要从罪中悔改 归向神 放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 扫罗又如何呢 我指的是 直接得着耶稣启示的保罗 看看他怎么说 我先在大马士阁 向人传道 然后在耶路撒冷 犹太人全境 甚至在外族人当中传讲 那就等于所有人 劝人要从罪中悔改 归向神 用善行 证实自己的改变 这话是得着 从天上来的 异象的保罗说的 我们怎么可以忽略这道理 如果在耶稣复活后 我们仍然从天父里 听见同一个信息 我们还可以忽略吗 看看天父说什么 神没有追究 人类从前的无知 但现在他吩咐 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 包括了吉林 台湾 西藏 甚至海南 但现在 他吩咐都要从罪中悔改 归向他 没有悔改 就不能归向神 你们明白吗 我们去看看 耶稣基督的基本教义 好吗 希伯来书说 基本要义 就是那个起点 这里的基本要义 很有意思 就是从恶行中悔改 从恶行中悔改 和信靠神的基本要义 我们不必再重新学习 因为没有从恶行中悔改 就不能信靠神 你们预备好听这个道理吗 我已经投在屏幕上了 没有从已知的罪中悔改 就没有真正相信 耶稣基督的心 什么是罪 就是不顺服神 请听清楚 如果我们故意接触 色情的事物 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明白吗 就像安卓纳说 我要继续跟阿达约会 你明白吗 假如安卓纳故意跟阿达约会 他就不能跟奥斯丁结婚 这道理很简单 不是那么深奥的 对吗 如果我们不愿意停止 发生婚外性关系 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我跟女友经常发生关系 不过她已经嫁给我 她就是丽莎·比维尔 神也喜悦这种关系 不过丽莎不会喜欢我这样的表达 希望她看不到这视频 如果我们拒绝脱离同性恋 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你真可以说自己是基督徒 却故意去继续同性恋 因为格林多前书六章说 那些同性恋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就像安卓纳想跟奥斯丁结婚 也跟阿达继续关系 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比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常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你们看见我死猎出的问题吗 如果我们拒绝离开偷税漏税 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对吗 我会继续偷税 因为政府没理由去拿我的钱 你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借口 甚至凯撒的归凯撒 如果我们拥抱性变态 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因为神创造男女 人不是同时拥有两性的 圣经说 神造男造女 但人们却说 神啊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让我有男性的器官 但我应该是个女生 这思想是大错特错的 因为我们自以为有智慧 却其实是愚拙 你们明白吗 如果我们拒绝饶恕 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如果我们不拒绝说三道四 我们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正如我在上一刻说 在新约时代里 有超过五百条行为诫命 事实上如果神吩咐我们 要远离的 我们却依旧坚持 我们就制造出一个冒牌耶稣 我们就是在拜偶像 相信你现在应该对拜偶像 有多一点的了解了吧 当我们被蒙蔽 我们的信心是虚构的 那不是真实的 如果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大使 都不如是告诉寻求神的人 如何能假设他们认识真理呢 我们会成为谁呢 就会像安祖纳的家人一样 认为安祖纳自己会明白 你如果要结婚 就要离开所有前度男友 我们身为安祖纳的家人 却没有把这话告诉他 所以他跟奥斯丁结婚后 仍然期盼跟阿达 和其他人保持关系 对吗 安祖纳的家人应该怎么做 他们应该说 如果你要结婚 要进入婚姻的盟室里 你就要离开你所有的旧男友 这是安祖纳的家人应该说的 我们身为神家的一部分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大使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说 那些不认识神的人 如何能知道呢 如果是施洗约翰 他会怎么说呢 停止 你别恐吓他们 身为税吏 你别再多说 对吗 他具体指出人们的错误 让他们知道 借此让神的知识 藏在他们里面 我们为何要留意 现在身边所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要去让人们知道 我们自己的良知 已经不管用 你知道这是违背 你的创造主的意愿吗 我们试图让自己受人称赞 让这事情被接受 成为公民权益题目 让我们一起去做 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 有些人会同意这做法 但他们却听不到福音 丧失了领受福音的机会 你知道施洗约翰 因为干涉别人的性选择 而送命吗 他说 你与你兄弟斐力的妻子犯淫乱 这是违背神律法的 施洗约翰当众告诉这人 于是他就因此丧命了 我们可能在某些事情上 是需要牺牲的 但你会宁愿看见 人与耶稣建立真正关系 而不是跟冒牌耶稣一起 因为这些人到最后 主会对他们说 我不认识你们 当神这样说的时候 留他们血的责任 也在我们身上 因为他们将永远与神隔绝 我们也只是欢迎他们 进入另一个神 不认识他们的家庭 这点我们需要注意 好吗 让我们去看看 什么是悔改 首先悔改的定义 在新约和旧约是不一样的 旧约的悔改 就是披麻蒙辉 是以外表来告诉神说 我已经改变了 在新约的时候 这就改为内在的表达 如果你去查悔改这词 它出现了58次 其中24次是名词 其他的是动词 Metaneo或Metaneo 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能是希腊文的专家 但我不是 我只懂翻字典 最广为接纳的定义 是心思的改变 就像安卓纳说 好吧 我不再跟阿达约会了 因为我跟奥斯丁有婚约 这就是安卓纳心思的改变 你们明白吗 请再注意我以下这话 如果我们只认为悔改 只解作心思的改变 我们就不明白它当中的力度 在正主圣经百科全书说 悔改不只是个人在计划 动机或信念上的改变 而是全人的改变 是从最终转向神 我喜欢全人的改变之说法 这告诉我们什么 让我换句话说 我可以把心思改变 但不完全相信 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明白吗 这些学者想指出 悔改不单单是在思想上的转变 如果你翻开莱克斯汉姆神学字典 他形容这是一个人 把他的心思重新定位 从罪转向神的过程 悔改当然包括意念 也包括心思 是近身地去到我们的意愿 与情感中 对吗 这渗透我们内心的深处 我们不只是在思想上改变 而是整个心在改变 我们整个人都会完全改变 因为耶稣说 人心里会产生邪念 凶杀 铜奸 淫乱 偷盗 谎言和诽谤 玷污你们的是这些东西 如果这一切都是从思想来的话 那么单单改变思想就行了 但这样并不足够 因此才需要整个心去改变 意愿和情感上的改变 我现在要说句 让你们一些人沮丧的话 无论突发或习惯性的行为 都是源自内在的 对吗 如果真正的悔改 是全部来自思想上的改变 耶稣就不会说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 对吗 我的心掌控着我的行动 与反应 我们也是借此被定义 你说什么 我知道这话是不好听的 但却是真理 因为耶稣说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就是凭他们的行径 因此我们如何分辨一个人 是否真正的基督徒 就是凭他的行径 因为这是从心而发的 我们是被自己的行为 所定义的 我们的心如何 我们的行为也如何 所以悔改不单是思想的改变 而是心的改变 对吗 因此我们不是被自己的动机 而是被行为来定义 这就彰显出福音的能力 因为福音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 改变他一切最深的渴望 这就是福音的能力 在旧约时代的人 有着一些规范 就如要控告一个人犯奸淫 你就要实际上抓住 他跟一个女人行淫时 才可以入罪 但在新约时 耶稣说 凡看见妇女就懂淫恋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为什么 因为新约有着更严格的要求 其实也不是要求 而是因内心改变而产生的果子 当你的心改变 并与一个女人有了婚蒙之后 就不再看着别的女人起淫念了 你们明白吗 当我们的心底里相信真理 发现自己的思想或行为 是违背我们的创造主时 就会开始悔改 这种从心而发的觉醒 不单是观点上的改变 也是渴望与行为上的改变 当我们原来的渴望 与喜爱跟神是相违背的话 我们会从心底里坚决改变 脱离 甚至厌恶我们原来的 总结是 悔改不是消极的 却是积极的 因为这是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起点 我们想成为那些 在山下敬拜 冒牌雅威的以色列人 还是像在山顶的摩西一样 跟神有着亲密的关系呢 如果以现在为例 你真的希望那些常常去教会聚会 但散会后却忘掉自己的身份 因为他们根本与耶稣基督 没有建立亲密的关系 他们只建构出一个冒牌货 他们认为 我可以在死后上天堂 与此同时 我仍然可以过着我想过的生活 这却是与创造主的愿望相违背的 我们所认识的福音 是大有能力的 它不单让我们从罪的刑罚中得释放 更使我们免受罪的捆绑 我们会再多讲这方面 下一课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